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肉育露开花的好处当然是可以直接繁殖后代了 多肉的繁殖不仅可以使用叶片来扦插和分株 当然还可以直接用播种的方式来繁殖了 不过播种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变异 也叫繁阻 简单说 种子繁殖出来的多肉育露可能会很差 所以现在几乎都是扦插得多 不过一些老品种育露可以播种来挑选满足自己的育露多肉 二 坏处 多肉育露开花以后冬季温度低 本来长势也不快 让其开花的话 势必会消耗大量的营养 简单说就是消耗母本营养 会导致育露长势越来越差 会影响多肉育露叶片的初态 所以很多多肉大神几乎不会留下花苞的 所以多肉育露开花以后 好处和坏处我们都分享了 花友们可以根据自己多肉的长势 苗望的话可以留下看花 然后收集种子来播种 苗弱的话没必要会过度消耗营养 最好先维护母本还是先修剪吧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更多养花资讯可以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